他可以幫我們把結果做出來 主要是從第五列一直跑到第39列 太多了 回圈可能我這邊設錯了 OK 沒關係 主要就是說我根據什麼條件 根據低欄 年齡 必須大於 等於70 然後這個戶籍的話是要在台北 縣市 OK 所以在一欄 低欄跟一欄 所以在城市鑽寫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指令舉起一下 編輯一下 那這個地方看一下 第一個我剛剛回圈跑103難怪跑到下面應該是要39而已 好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一副 低欄 所以就打一個sales 大於等於70 and 第二個條件 laps 這也是用laps 然後一欄裡面的資料 0.2意思是說我抓一欄裡面的資料前兩個字 等於 台北 Zen 輸出到哪裡 居欄的 所以這邊打一個居欄 符合條件 不符合條件 OK 那這樣執行下去就OK了 但你也可以再做個清楚 清楚的方法跟前面是一樣的 那 再來 有一個問題 剛剛提到 這個39 假如說你這樣洗好的 你覺得應該也夠了 不過問題來了 因為一般的資料呢 他不可能說永遠停在39 他也許會怎麼樣呢 比如說我在這邊底下在 選取就按右鍵插入一下 他會又多幾欄 再選取 再插入 比如說我就又多增加了幾個人的資料 假設我把上面這幾個人的資料 假如說 又多了幾個人 我們用假的資料 OK 貼上去 那他現在會從39 到46 那如果說我今天 那如果說我今天 重新再按一下 Ctrl 向下 他一個清楚 不是這個 是這個 對 假如我這個清楚掉 按一下 他會怎麼樣 他會不會到最後一個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給他的就是39 他不會知道你會多 所以 這個地方怎麼 讓他變成活的 也就是說將來 你的列數 一比一比 會增加 那我用什麼方式來做會是最好的方法 特別注意就是 我用什麼方法 可以去偵測到 我的最下面一比是 到 第幾列 有個簡單的方法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到過 就是說 假設我把游標放在 A5儲存個好了 然後按下 Ctrl Ctrl 向下 不知道各位沒有用 Ctrl 向下 把游標移動到 這一 這一列的最下面那一列 Ctrl 向下 有沒有發現 46 他會自動跳到 這一列 連續的 資料裡面的第46 最下面的 那如果Ctrl 向右的話 就是最右邊藍 Ctrl 向上 又跳回去 所以基本上 Ctrl 向上 左右有沒有 他會自動在這個範圍裡面 做移動 那這個觀念主要就是說 我如果要利用這個方法來做 取得 我現在最下面一列 其實可以寫程式 那怎麼寫 特別注意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可以在 原來的39的地方 這地方 改一下 那我的偵測 我的偵測要放在 A5的 游標放在 A5上面 那我們如果放A5上面的話 有個寫法 就是 有一個另外一個物件名稱叫 Range 這個也蠻常用到的 除了Sales之外 有一個叫Range Range是範圍的意思 那我們這邊的話 用Range 假設用Range Range的話 他比較適合 指定哪一個儲存格 比如說A5的儲存格 或者是一個範圍都可以 然後呢 如果要偵測A5的最下面 你打個點 點之後的話 你打個1 他會出現 END END END意思是說 按個空白鍵 刮虎一下 他會問你說 這邊有個什麼呢 上下左右讓你選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希望去偵測 第一個優標先放A5 第二個呢 我要去A5這個地方偵測 類似像Ctrl向下的話 那就打個END 另外呢 去選取什麼 選取他這邊的一個條 這個條件 就是 XL DOWN 這個是L XL DOWN 向下空白鍵一下 再刮 刮虎 刮虎之後他就會自動幫你跑到最下面 那你要取得什麼 取得是列 取得最下面的那個列的屬性 點一下 打一個RODE 這個時候有沒有 他就會自動幫我抓到 以A5 按下 Ctrl向下 會取得的是哪一列 所以這個數字怎麼樣 就是活的 也就是你增加的話 他就會自動增加 那你減少會不會自動減少 也會自動減少 OK所以這個地方如果要寫成活的 記得 以哪一個儲存格 去偵測 他的哪個方向 去取得 他的列的列號 OK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要取得某一個儲存格向右 比如說藍的距離 藍是最後一藍是哪一藍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其實就 將來如果會遇到的話 可以講 刮斧 可以 XL To Right 對 你就向右 刮斧 你要取得是 藍的話 你就打一個Column Column 這樣子 他就可以去偵測 這個範圍裡面 最 最右邊是哪一藍 所以你知道最下面一列 跟最右邊一藍 其實這個試算表你就可以偵測出來 你可以 去做 你想做的動作 OK 這裡的話大概是 活的部分 我們來試試看 就這一行 看起來 就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已經到46 所以我現在重新按下一個按鈕 看一下 這個時候 他也會自動幫我跳到46 如果我刪掉 假設我刪掉下面這幾筆資料 刪除了 剩下43 這個資料 把它清掉一下 因為它是自動偵測 因為它是自動偵測 所以我增加或減少 看一下 有沒有 一樣會到43 主要是根據什麼 A5 它向 Column 或向下 到哪一列 它就自動到哪一列 所以這樣的話 會比較可以 Match 所以這邊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這個 符符符的條件部分的話 範圍的部分 增加這個 就是 Range A5 點 點 點下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 盡量 我建議各位 慢慢習慣 不用死背 點下去 它會出現 你打個1 它出現一個and 空白鍵 刮弧 前刮弧 再選 XDOWN 空白鍵 後刮弧 你會講說 那邊有空白 不用理它 沒關係 點Raw 打一個 Raw 空白鍵 那你把它移開之後 這些空白鍵 它會自動幫你刪掉 利用這樣的方式會自動完成 再來就是底下 if 這個條件我想這個前面都一樣 所以這裡的 再一個and 然後輸出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試試看 主要是 自動取得 最下面是哪一列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